台北市新生公园网球场管理室动土改建 要成为首座室内实弹射击拔场 及无障碍运动的友善场馆 台北市长蒋万安带领相关单位 一同祈福工程顺利 预计2026年完工启用 整个环境在都市的过程中 我们跟市政府保证 我们会融入台北市政府的整个都市环境 然后不会突兀 非常融洽的在这个地方为各位服务 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个两分钟的动画 我们的成果报告跟各位做个分享 很有特色的 边运动边听到飞机的声音 很有临场感 整个馆场都是无障碍的设计一套 所有的部分都是顺势平接 然后除了通用以外更加无障碍 然后我们衔接我们现在这个广修厂 未来整个完工会 整个复原 不会原本的使用 室外通路都是无障碍通路 符合轮椅梦公园未来的期待 入口节我们现在既有的新生游泳池 有做两边的穿廊通道 可以做风雨走廊 然后我们有做这个手摇车的租赁 未来停放区 大厅进来是我们的柜台跟休息空间 那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除了基本的建筑法规要求外 我们两步的电梯 全部都是无障碍电梯 所以未来公升浪是 优先使用的一个服务好电梯 我们的体制人中间 可以往外看到我们的网球场 是非常开阔的一个运动空间 两步都是无障碍的电梯 那这边我们也特别设计的 就是真的无障碍的雨球的一个设备 它可以用无障碍的设施去打雨球 B1就是我们设计的网场 10公尺的空气枪跟25公尺的火药 在晚上我们也在民主东的沿街 做了一个简单的灯光的一个设计 希望在晚上的新生公园的东南角 有一个明亮的一处运动公园 我们其实规划所谓的运动中心2.0 也就是叫台北药动馆 这个念药不念月 大家记得药活就要动 药动馆 主要也就是考量希望 我们在现有12区运动中心的基础之上 我们再进一步的规划台北市盘点9处 来设立我们的运动中心2.0 我们叫做药动馆 那在应该今年4月 我们在市林第一个就是克强 我们把它原本是克强游泳池规划成为第一个 我们台北药动馆开工动土的第一个里程碑 也很谢谢大家在当天陪着我们见证 今天第二座我们要正式动工启用 来到了我们中山区 是我个人非常喜爱 也最熟悉的新生公园 也谢谢曾宇议员大力的支持 台北药动馆新生馆临近新生公园 场馆规划地上三层 地下一层建筑 内涵体势能中心 运动教室 多功能教室 亲子休憩空间及综合球场 并设置室内设计拔场 作为场馆主轴特色 户外人保有游泳池 网球场 篮球场等设施 我们新生公园 这边规划的第二座腰动馆 我们一馆与特色 在新规划的新生馆 我们除了维持既有的游泳池 篮球场 网球场以外 还有综合球场 体势能中心 多功能运动教室 另外 它的特色是 我们会有全国第一座 实弹射击拔场 而且我们的特色 也是希望 无障碍友善的设施 我们未来也希望 让身上朋友 能够一起参与 我们各项的运动 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发想 大家也知道台北市 我们第一座运动也在中山区 中山运动中心 民国92年设立 到现在也超过了20年 那各区成立以后 到今天每一年 都有1000万人次 进出我们的运动中心 而且坦白讲 已经有些不服使用 而且也都已经 有相当的历史 所以我们规划 九处的台北药动馆 我们期待 第一 希望让台北市 我们规律运动的人口比例 从现在超过38% 大概39% 是六都第一 但我们不以此自满 我们的目标 是要突破40% 另外第二 我们希望 未来的九处药动馆 加上既有的 十二处运动中心 让我们使用 场馆的人次 能够再增加25%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也会非常努力的来达成 那很感谢中央体育署 给我们各方面的协助 经费的支持 那也谢谢我们在地里长 大家共同的支持 未来我们在施工的过程 我们也希望 里长协助我们沟通 把对于周遭 住户的冲击降到最低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达成 那最后 我们也很希望这项工程 我们预计是在115年 能够完成 希望如期如值的完工 那我也要谢谢我们 施工团队 营造厂 我们的建筑师 以及许多的伙伴 大家共同的努力 我们希望届时在这边 正式开幕启用的时候 再次齐聚一堂 台北药冬馆计划 透过改建或整修 既有老旧公共建筑 选择运动资源较为稀缺区域 打造药冬馆 将在6年内 以一管一特色为方向 辟建9座台北药冬馆 朝运动制度买进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台北药冬馆三战 战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